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抚摇智商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拨并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沙顶 这五个是我们精心筛选出来的 最近最新的几个项目 和飞铃可能都会碰上 史维通离开之后 潘淑淳一个人在那儿撑着 我觉得 现在可能是咱们的最佳时机 好 还有这个 林小姐最近最新的情况 都在里边了 好 你最好是林子余 如果认错人或者是诈骗子 我肯定一个大背夸给你扔水里 这么暴力啊你 反而对别人 对你只有不知道 有屁 你我来这干嘛呀 反正是午餐时间嘛 我知道你最近挺累的 我想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 带你试房是吧 想来想去我就想到 好 这儿来 快点蹬啊 加油 樊淑晨加油 快点蹬 你蹬了吗 怎么都不蹬啊 你快点蹬 你何着让我来做苦力了呀 你快点蹬 快点蹬 快点 你也帮我蹬一下 这个船容易跑偏 那你心中的苦吗 有没有缓解一点 你要这么说好像 真的好点了 我不再想那些有了没的了 我就担心哪 咱俩掉水里去了 太好了 达到一些效果 来 绕壶一周 够 不等了 我都绝上你了 我也没必要再卖苦情 卖苦力了 好吧 子余啊 这如此良辰美景 又有美女的榜水 还有人伺候我喝水 这夫复何求啊 你知道吗 这一刻啊 我特别感动 为什么 因为刚进公司的时候 你并不喜欢我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才开始彼此了解 我知道 这段日子 你一直是让我高兴 所以我很感动 也很感激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多好 我怎么一好好说话你就要哭啊 没有 那我不说了 我不想看你哭 不行 不行 你得说 不说 我想去 不说 不说呀 不说 为什么 说 那你亲我一下就说 你说我送了去艳燃家 结果还不开车 买个冰淇淋就把我打发了 这不最近事儿比较多吗 一会儿还要回公司 舍不得你 就想跟你走一走 虽然跟你干嘛我都是挺开心的的 不过还是觉得有一点热 你怎么都吃了 我看到别的情绪啊 我看到别的情绪啊 都是把两根吸管 放到一瓶饮料里面 所以我想学一下 那是在空调房里 一杯饮料两根吸管 如果在海边的大太阳下 一杯冰可乐两根吸管 男朋友敢碰另外一根吸管 试试 你看那名啊 回便利店 这样 谁后跑过去 谁就请客喝饮料 你好 哪位是季季的 我是怎么了 你好 您的快递 请先收一下 谢谢 喂 杨阳 葛依涵她向我低头了 真的吗 当然 我之前啊 看中了一款向南版的喜 我一直舍不得买 今天她竟然双手给我送来了 还是你有办法 我看葛依涵真的离不开你了 当然了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终于肯来了 怎么样 气消了 血爱喜欢吗 当然 那双鞋不是上次我们一起逛街的时候 我看中的吗 过了这么久 我担心您已经变心了 怎么可能我是谁啊 我继绣丽的品位一向十分稳定 你喜欢就好 那怎么样 我穿着它跟你去约会 嗯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你说说这个事 这事怎么弄的 来 主编 来 可算来了 走走走 怎么了 怎么了 坐坐坐 cc开始抢人了 抢人 嗯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 你不会要坐以待毙吧 我要写稿子 你就知道写稿子 我只会写稿子 如果龚小亮被挖走了 我们就少了一元 脑洞思维极大的大将 是啊 到时候有你哭的 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好稿子才是真的 就是虚 别打了 这回有创意多了 知道不给我送戒指了 我想是最后一次了 送你点喜欢的吧 什么最后一次啊 玄璃 我对不起你 你就当做是分手礼物吧 我们分手吧 我们两个 就别再互相伤害了 我这次真的看透了 你不是适合我的女人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越想越可怕 你不是真心爱我 能眼睁睁看着我出轨 还谈笑风生的女人 我不敢要 谁知道你在枕边 想的都是什么 可遗憾你是猪嘛 怎么可能有女人发现自己 男朋友出轨还无所谓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就是 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 是我 你什么 都是我 什么你 是我 是我 全是我 每次你喝多了 把你从酒吧带走的人 都是我 他以为你能翻出什么画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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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勒死我 给你长长记性 许丽 你究竟是哪儿 你在哪儿 是你心在哪儿 你呀 非得让我折腾 你才有存在感 这之前还跟我 孔孔孙生说什么 恋爱到最后总会归于瓶颈 结果呢 我一开始忙就开始折腾 哥一涵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专属模式 也没什么不好的 好玩呢 挑剂生活啊 许丽 你到底是脑子有问题 还是心里有问题 如果当初你没有赶到呢 怎么可能 我每次都赶到了 这次没有 说完了吗 都说完了 都说完了 我们走吧 我都说完了 我还没有想到 你什么样的 不信心 我都想到 我也是 都在哪儿 你怎么会 我都想到 你去做运动 你觉得 你快逐渐 你去做运动 你快逐渐 我怎么会 你快逐渐 你快逐渐 你们九五后前卫赶拼的个性 很适合新媒体 你来我们这边 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且在我们这里有很多 像你一样的九五后的同类 工作起来会更自在我 同时薪水也会不一样 那么你觉得访问一个运动员 最基本的是什么 新闻角度 是尊重你的运动员 你觉得环球体育能走到今天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会是因为李泱泱吧 是稿子 李泱泱会写稿子 她懂得什么好 怎么写出顶级的新闻稿了 我想这才是发展的空间吧 你这是拒绝我了 还不够明显吗 拒绝未来的主流媒体 宁愿在纸媒体上苟言残喘 你真是太蠢 你可以出去了 你真不像个九五后 是不是同类 不受年龄决定的 杨阳 你才是我的同类 我想进去看一看 好啊 这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款 在网上的销量都很好 性价比很高哦 你还能够认识吗 芝士 喜欢吗 喜欢 这边买有点贵 下次让朋友从香港带吧 谢谢啊 我们走 请 富贵 这么久 冰淇淋呢 送给你 这 遇见喜欢的人 和喜欢的东西都不容易 看见了就拥有吧 不用等那么久的 这个 看这个太贵了 你喜欢就好啊 一辈子都是我送女孩子东西 还是第一次有女孩 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其实东西贵贱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在乎你 我希望你开心 莎莎 不会吧 我之前为你做那么多事情 你都不敢动 今天一个相机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也太好被收买了吧 我跟薰莉在一起这么久 她从来没有陪我 逛我喜欢的店 除了衣服或者化妆品 我什么都不知道 莎莎 我感动的不是相机 我感动的是你这份心意 帅莎 你怎么不开灯啊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杨阳 我今天去买了好多好多高跟鞋 我想要换掉葛依涵送我的这双 又几脚要抹上我一点都不好穿 你看我买了这么多 又漂亮又好看 哪一双都比这双好一一倍 可是怎么办啊 杨阳 我就是只喜欢葛依涵送我的那双 我真的只喜欢她送我的那一双 哪怕我穿着她再磨脚 我的脚再疼 我也只喜欢那一双 没事 不哭 没事啊 我的 杨阳 葬葜啊 绚丽这次真的很伤心 你想想他都不折腾了 一直躺在床上哭 事情真的挺大的 绚丽都不折腾了 怎么可能啊 要不这次你们男生一起出马吧 闺蜜的男友对我而言 就跟陌生人没什么区别 我对陌生人怎么能说出 掏心掏肺的话呢 不是 这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我插手算什么呀 你还是不是好朋友 行行行行 我觉得义不容辞 但是 我的感情还一团糟呢 那你去找书晨跟他一起去呗 这个时候还要什么面子啊 炫帝都成那样了 大难当头 你忍心看着炫帝一直这样下去吗 好 那就中午他酒店见吧 这都什么事啊 爸 妈 我都跑三圈了 你们怎么还溜达呢 一箭双雕 我真是太激励了 绚丽跟葛依涵和好 史维丛跟书晨和好 完美 李洋洋 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 我的专题你们直接简陋是吗 怎么了这是 自己看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让他们已经撤下来的 这就是你说的一碗水端平 不是 不是 我真的是 我要么就是跑新闻 要么就是跟管理层开会 我一点 是 行了 你要是让我们时尚 给你们当二级刊物的话 你就直说 我不干了 别别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就算是 喂 董 你总算出现了你 什么 拜拜 沈丽 沈丽 关总 最近我们的产品口碑回声 你做的用户统计 记了一大功 有用就好 小丽 你男朋友真让那个 前台那个小姑娘 抢走了 怎么 你看我倒霉很开心是吧 怎么会呢 我是关心你 他抢你男朋友 你就得治他 怎么治 人家已经提出离职就要走了 那不还没走了吗 没有机会也要制造机会 我跟你说 你可是我们的老员工 我们肯定向着你这边 你想干什么尽情去干 我和唐总这边 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你以后尽情发挥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事 不好了 机警理 出事了 姐姐们 小样出来了吗 出来了 没有 没有 有古怪 写的是什么 这我 我的稿子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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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谣姐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也是为了全名跳手的专题 时尚那边已经出刊了 我又没有抢在它前面发 你看看 这两篇稿子完全不冲突 你为什么问都不问我 就把我的稿子撤下来了 那你为什么问都不问我 就把稿子给交上去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专题啊 再说你平时那么忙 根本看不见你 还有我的稿子 可比时尚那边好多了 就算牺牲也是牺牲差的一部分 每天只知道 在办公室抹指甲油的人 能写到好到哪儿去 龚小亮 你觉得自己写得特别好 才华横溢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应该把位置让给你是吧 难道不应该吗 不应该 你要是事先问过时尚那边 要是跟他们不冲突 他们不会不让你发 是你给了别人 兴师问罪的把柄 你还有理了你 就只知道帮着外人说话 就只知道帮着外人说话 你为什么交了那篇 明明都不能有的稿子 是你新的稿子 根本就没有写好吧 是 我没有写好 周九伦发专辑一年才发一次呢 我写稿子也是需要灵感的好吗 像时尚那种破稿子 我以前给你写二十篇 你要吗 你要吗 你就知道说我 你知道西西那边过去 给的待遇有多好 多尊重我的能力吗 我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你知道我对你有多忠心吗 你就知道说我 我为了你有多努力 你知道吗 山本药司 你知道周杰伦怎么出道的吗 他老板让他在十天之内 写出五十首歌 才给他出一张专辑 十天五十首歌什么概念 相当于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其余的时间 每四个小时写出一首歌 结果呢 他做到了 他那每四个小时写出的歌 就组成了他首首经典的 第一张专辑 你那周杰伦跟我说事 你跟他比起来 丝毫算不上有才华 有空的时候就写写 来灵感的时候写写 你对报道的渴望 根本就超越不了 你对购物的渴望 对打游戏的渴望吧 你知道时尚主编 每天五点起床 六点健身 七点开始做造型 九点准时坐在办公室上 开始工作 一天都不迟到吗 你轻松采访到的 全民跳水的专题 是他在几百个专题里 反复筛选 带着几十个员工 精心策划创造出来的 你凭什么问都不问 就用他已经做好的专题 你对这些付出过汗水的人 有一丝的尊重吗 你听着最酷的音乐 穿着最潮的衣服 轻轻松松地工作 打着追求自由的幌子 随心所欲地让所有人 把你围绕在中间 但是你知道山本耀司的名言 是什么吗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懒洋洋的自由 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 勤奋和努力创造出来 更广阔的人生 那样的自由才是珍贵的 有价值的 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 靠势必实现的决心 认真的生活 算了 他很小 你穿着他的衣服标榜个性 你跟我说你努力 你配吗 我完全就不懂时尚 我审美就是零 这辈子可能连门都不会入 但是这段时间 我为了了解他们 每天开会 每天学习 该跑的新闻一个都不拉 该出席的会议一个都不差 就算没有时间 我就不睡觉 我虽然不懂时尚 但是我知道 我应该尊重我的工作 应该尊重每一个 我手下的人员 应该尊重每一个 为这个行业 流下汗水的人 龚小亮 等到你做到像我这样 你再告诉我你是为我而努力 云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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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失恋了 你也过来帮我们一起 开导开导他好吗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 胡思乱想去面对这一切 我们在他身边 他也会比较有力量 他看着大打咧咧 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其实他才是我们中 最心细如沉的人 每次谁有事 他都是第一个 跳出来帮忙 反而对自己的事 都胡伦过去 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 今天这个事情 谁都甭想商量 凡卫先生实在是抱歉 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哪里 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改善 那要不这样 我先给你们换个房间怎么样 我们不换 你让那个人过来 先生要不这样吧 今天这单给您免单 我再送您一张会员卡 免费消费十次好吗 滚开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让这小姑娘 给我下跪道歉 为什么 又不是我的搜 我凭什么要道歉 你还敢跟我们扎呀 你啥态度你 小时候进去啊 你别耽误 本来就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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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预约济师 只能分辨到哪个就是哪个 你们不肯 还让我来啊 你还倒打一耙 你不想要你好好说不行吗 我们会强逼着你吗 我们不过在这儿等一会儿 你们的黄牌济师 打破时间 开了个玩笑 你就摆出一副 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好像我们把你怎么张了一样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 要离职 是我们逼着你离职的吗 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说不清楚谁都别走 上班受气本来就受够了啊 来到你们这边也就是放松 我还得看你们脸色 你们要不愿意接待我们 开店干吗呀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 这一定是个误会 我也十分理解你们来我们死吧 其实就是为了放松了对吗 那这样 我在送您四张我们酒店的住宿券 我们一定不会再给您添堵了 我们也一定会给您道歉的 泱泱这个人吧 一向对事不对人 她这么说你 说明她很看好你的 话虽然重 但是也是为了你好 我以前觉得自己哪哪儿都好 现在我觉得自己哪哪儿都不好 小亮 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 为什么 工作不就是为了支付房租 支付生活费吗 她那么认真干吗 把我说得简直就不是人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大不了东家不打 她稀假 你看你又说气话 可对于我们来说 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付账单 而是为了让社会认可我们 也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 更是为了 当有人以爱之名逼迫我们 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底气地说不 你大可以游戏人间 但是你一定要尊重 能让你有尊严活下去的工作 为了每一次有资格地做出 自我选择 你要认真对待工作 喂 哥 不行 现在有人比你更需要我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 不许多有个客人正在大闹 好恐怖啊 既然让前台小姑娘下跪道歉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 她才抢了领导的男朋友 就是那个 嚣张的不得了机绚丽 那不正好可以公报诉求 是 莎莎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轩离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你对莎莎下手算什么 公报私仇这种事你也做得出 好 你打我 我不跟你计较 但我拜托你 离莎莎远一点 打你怎么了 打你说明你欠打 轩离 她干了什么欠揍的事了 我又怎么了 膝盖上为什么有破壁炸啊 轩离姐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是我对不起你 心不要怪义涵哥 义涵哥 不要怪轩离姐 是得她刚刚帮我向客人道歉来着 道什么歉 什么道歉会把膝盖搁上 谁还给我出来 够了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你们能不能稍费尊重一下 我朝朝当当的像什么样子 现在就去我办公室等我 刘刘 咱们先走 莎莎我不是帮你 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责任跟义务 你是我的属下 我赚得比你多 受得尊重比你多 所以出了问题 自然是我站出来 所以拜托你搞清楚 我不是为了你 请你收起这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哥义涵 我继续里有很多毛病 我爱慕虚荣 爱享受 游戏人生 但是我从来从来都没有动过歪心思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唯独这个不行 刚才的那一巴掌 我是替我自己讨还的公道 你已经毁掉了我的爱情 毁掉了我心中的另一半 我现在剩下的 就只有这些东西了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 你真让我恶心 记忆绚丽 毁掉你爱情的不是我 是你一套套玩不厌的手段 是你自己亲手毁掉的 不要怪到我的头上 要不是你略气斑斑 善于设计 我怎么会误会你 要说我有错 也是你咎由自取 对 我设计你 我把你玩弄于故障之间 但是你就没有吗 当初你却无回心转移的那场车祸 有哪个人能干干净净地躺在车祸现场 是你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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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郭银航 谁也不比谁高贵 准备好了吗 走 走 以前我们一吵架 他就送我一颗 我家里多的是 够你三个月都不重样的 他什么时候送你这么多 等等 你不是说分手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都扔掉了吗 这戒指你藏哪儿了 怎么我来你家这么多次 我都没有发现 我说过嘛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 快来 老师交代 你是不是一心派你开人 找你很好 走开 这傻 凭什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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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简单消毒一下 等一下去医院了吧 你还记得了吗 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 我记性不好 我这个人只爱极高兴的时候 伤心难过的事情 我不愿意去想 时间一久 好像就真的老了 我一碰到伤心的事 我就想逃避 不吃不喝 闭上眼睛睡好几天 再喝几顿大酒 折腾几次之后 因为太伤心太难过 就真的忘记了 你有过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突然想起了好多事 那些我一直想忘 真的就忘了的事 就不要去想 也不要想起来 直到你能承受住的时候才去想 我使劲折腾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 能陪我进省力做尽傻尸的男 然后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是我罢错 都是我的错 我去跟省力姐道歉 关你什么事 你也是受害者 已经结束了 你女子咱们打呀 他们在里面 他们 还是团体赛啊 发生什么事 不过你们三个他两个还输了吧 被我爸抛弃 在他的情人面前下跪还被踹一脚 已经够丢人了 但这还不是我最丢人的一次 大学时期的恋爱都年轻气盛 谁都不肯服输 可是我肯 我以为我去哭去闹 去不顾一切地挽留他 就有一线生机 我想要证明我值得被爱 我紧紧地抓住每一个愿意爱我的人 结果好像只有一个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 都只是证明我即日你生来 真的就不值得被爱 你们看 我刚才又一次证明了 归不归又有什么所谓呢 这个男人我没尊严地归过 又尊严地爱过 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手段 我设计他 盘算他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送开过他的手 但是刚才 他居然为了一个认识几个月的女人 就质问我的人品 谁别要散开我的手 还让我拿过 别说了 我们都在呢 我们都在 我们都爱你 今天过来 岁陈宇 你还 tenth 意识时 还是带你 有人被爱 有人要离开 有人徘徊 有人摇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旅历上 但明天的光芒万丈音乐浮现在越南池上 我有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风出让 别告诉我 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却剩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的自己 别怀疑 我的明天 我的轮轮会动向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 我可以 永不厌白 接受帅的等待 原来 再重来 我的时代 我找到 与你的未来 挤远奖作者 更 baseball 我的时代 我未来 知名 他都不滤 一生衰老等待 原来再重来 我的时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平庸 豁出自己口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